我们伟大的大A股 超5000股下跌 逐利资金近流出408亿 大跌5%以上个股 近1500家 那么在3100点上方超级乐观的人 现在是不是超级悲观 绝望了呢 后说还怎么看 首先呢明确观点 观点就是当下处于 破位后的杀恐慌盘的剧情 那么今天和上周五相比较来讲 量能有明显的放大 不管是上证也好 创业版指数也好 那么从个股的表达来讲 这就是典型的杀恐慌盘的剧情 那么杀恐慌盘的话呢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当前杀恐慌盘 咱们在今天上午盘的时候讲到 杀恐慌 不是说一下子就杀完了 有的时候呢 快可能一天一步到位 也有的话呢 可能会两天三天 但是恐慌之后 往往意味着新的机会点来临 那么为什么 这里面的话呢 一我们可以大量的参照历史 第二这里面有一个逻辑 什么逻辑呢 所谓的杀恐慌盘 在前面的话呢 其实对于很多的声音 认为呢 一认为三千点跌不下来 这是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认为即便跌下来了 立马就是短线的买点 然后呢 随时可以再拉上去 好 第三的话呢 那么在前面 甚至在三千一百点的附近的时候呢 也有一些朋友盲目的乐观 甚至呢 下跌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应对 那么站在这三种因素的基础之上 保持 虽然说呢 破了三千 今天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机遇下探 再加上呢 周末有这样的利空的影响 这些呢 都是次要的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是信心 进一步的崩溃 信心崩溃的话呢 那么就会有 充满 情绪化的卖出 那么既然有情绪化的卖出 那么伴随着市场有量能的表达 代表的是这个位置的是属于方量跌 方量跌的话呢 那么明天注意了 明天的话呢 对呢 如果说还能够再来一天 而且的话呢 量能进一步的放大 那么呢 两天 少折两天 多折三天 基本上就差不多 只不过呢 需要注意的细节 什么细节呢 细节就在于 什么时候 有资金进攻的态势 其实在今天上午盘的时候呢 盘中 是有一些护盘的表达的 但是呢 没有任何意义 什么呢 金融权重 例如说 像银行 证券 保险 包括酿酒 还能盘中的话呢 还往上拉了一下 但是呢 资金 根本就不跟 市场的情绪呢 根本就没有改善 而对于市场整体来讲 今天呢 是属于普爹的一种态势 体材 比赛 水跌的多 水跌的惨 好 那么面临这种情况 后市怎么去看 一 在当前这个位置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 一 没有明确止跌信号 出现之前 那么呢 我可以多观望一点 这是第一点 这是对于绝大部分 散户 绝大部分 国有呢 比较适合的 也说呢 稳健的 稳妥的 等待什么 例如说 类似于前面 这样的节点下跌 下跌的方量 而且呢 盘中杀孔盘 杀孔王盘 杀孔王盘的图书呢 像这两天 它是最终尾盘的时候 有抵抗 好 类似于2635的位置 这两天放量下跌 而尾盘的时候呢 想想拉一下 但是呢 没拉起来 第二天的话呢 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的尾盘 盘中下尾盘 又出现这样的一个 想想拉伸的动作 但是呢 核心在于什么呢 谁在那 而且的话呢 有没有 有没有赚钱效应的体现 如果说还是石油酿酒 大家伙动 体材没有动 它就很难有 展开赚钱效应 所以说呢 像今天盘中 上尾盘的话呢 那么权重方向的 这样的表达 实际上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的话呢 那么在明天的时间 依然去观察什么的 如果说秋文 等放量下跌 杀孔王之后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 呆量的反暴阳线 反暴阳线 表达出来了 哎 什么板块 是具有明显的资金进攻的 明显的资金聚焦的 积极把握即可 如果说呢 哎 激进一点的 那么一定要睁大眼睛 而且的话呢 要有这样的一个功力 什么功力呢 例如说 如果说明天继续往 观星往下 观星往下的话呢 不管说 跌的声音一点也好 前一点也好 如果说观星往下的时候呢 能够在分析当中 出现想想拉伸的时候 你要看什么呢 有没有体裁板块 迎来明显的赚钱效应 或者是明显来明显的 资金进攻的姿态 这个资金进攻的姿态 体验的是什么地方呢 一个是板块里面 涨停板 增多 涨停潮到出现 第二的话呢 板块本身出现这样的 带量的反暴阳线 如果说没有出现 那么多等一天 好 也就是说呢 从当下 一旦不改变前面的观点 就是呢 本周大概率见 阶段性低点 阶段性低点的话呢 只是后面要考察的是 如果说出现反弹了 你要看 反弹的力度强还是弱 力度弱 急跌之后 你也说呢 或者是 继续往下 然后的话呢 向3000点的方向去靠拢 刚过一下3000也好 或者没过3000也好 如果说量能不跟 也没有核心的体材站出来 那么呢 急跌之后 反弹个几天 后面的话呢 再震浪 或者是 再落地 如果说呢 有量 有资金进攻的方向 有核心的体材出现 那么呢 高看一线 这就是眼下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好 这是对于当前 盘面的理解和表达 至于说具体体材上面来讲 像今天盘中的话呢 例如像缩制货币 其实也是 有这样的一个抵抗 比如说低开下探 盘中一度翻红 但是呢 它整个市场环境比较弱 而且这个板块本身 它没有扩散效应 就是它没有把整个 收入经济 整个科技呢 给带动起来 其实说呢 它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 信心的传导 以至于什么呢 以至于 最终 收了这样的一个新 而且呢 科技板块当中 其他的板块 更多的话呢 还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比赛 下跌 而且的话呢 是属于 甚至有的板块呢 是属于全天无敌抗的 这样的下跌 好 那么对于当前的态度的话呢 对应的 第一 没有必要呢 盲目的去陷入恐惧 陷入情绪当中 第二的话呢 想要 捕捉 具体的节奏点 那么 根据自己的水平 但是要保持冷静 一个是什么呢 小球温土放量之后的 第一根 带量的阳线 如果说没有后面出现反弹了 但是呢 没有带量 也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强反暴阳线 而是在五军下 或者是在什么呢 在前面的阴线半分位的下方 那么都属于很弱的一个状态 出现这样的阳线了 那么在这里 这样的阳线出现的时候呢 就积极的去把握即可 这是稳妥一点的 很容易识别的 好 那么如果说积极的话呢 那么你要看盘中什么时候出现什么呢 有有代表性的体裁方向 带有明显的资金进攻 那么呢 积极的可以去根据自己的能力来进行把握 当前的话呢就属于这 个人认为呢 杀杀恐慌恐慌之后的话呢 力气会临近 当前呢力气会更近而已 只是当下 需要等待这样的一个打破的平衡点 就是空头释放 空头宣泄 宣泄要过之后的话呢 哎 看看什么板块 能够率先有有迎来之间的动作 意思说呢 此数跌下来之后呢 最终在往上反弹很容易的 但是呢 在几跌过程当中的下跌的个股 想要反弹上去 大面积的是很困 是有点困难 所以说呢 还是要结合 新的资金 或者是新的选择 新的板块 结合呢 当下结合 有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板块 进行同频 同频的个股来进行 谈待即可 好 这是咱们今天呢 复盘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记得给你关注 欢迎自己的留言点赞 好 再见